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龙汉彪表示 特区政府由2010年11月开始接连推出楼市辣椒 结果令到二手住宅楼市出现价升量跌情况 加上近三年本港受新冠疫情打击 建议政府全面撤销所有楼市辣椒 释放市场活力 重建置业阶梯 提振经济 龙汉彪昨天在社交媒体中指出 特区政府先后推出额外印花税SSD 买家印花税BSD 及重价印花税DSD等辣椒 直言这项 非常措施的 非常时期 以横跨12年仍未完结 但客观数据显示 辣椒推出后 直接令二手楼成交量急剧下降 原因是部分买家及买家都不愿意支付额外的税项 同时 发展商收购旧楼重建 因要预先支付SSD 并要等很多年后才可申请退款 直接增加重建旧楼的成本 似乎与政府一直想加快市区重建的原意背道而辞 他认为 若发展商无需预先缴交SSD 令额外成本减轻 细将加快市区重建步伐 另外 政府为 吸引外地专才来香港发展 向来港专才置业收取BSD的方式改为 先征后退 证明政府明白外来人才要在香港立足 买楼置业是其中一个重要考虑 他建议把外地专才与首次置业的香港人看齐 可以令专才安心流港建港 龙汉彪重申 在面对风高浪急的形势 及新挑战 本港不可继续密守成规 固步自封 建议政府全面撤销所有辣椒 在帮助市民建立置业阶梯之余 也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及负担 面对楼市交投低迷的困局 曾呼吁政府减辣的大型地产 代理行美联物业为减低经营成本 也开始逐步削减分行数目及人手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港澳报笑名透露 短期内集团将有30间分行租约到期 相信将不会逐约 其他分行逐约时 则会要求业主减租 报笑名透露 今年初以来 美联物业自然流失的员工数目 约400名 词经营 Colt 记注写